为什么金融危机会发生 为什么我们的钱会慢慢的贬值 为什么又会有房产泡沫这件事 这些例子看似都离我们很遥远 但其实不然 经济的起伏以及汇率的变动 这些都将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该不该买房 为什么需要投资 这些问题都会在我们了解的经济学后 获得很好的解答 大家好 欢迎来到艾伦的阅读空间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本小岛经济学 这本书的作者是匹德·西夫 以及安德鲁·西夫兄弟 两人都是在华尔街名气响当当的人物 曾在多家金融机构出任掌舵人 其中匹德更是精准地预测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 书中作者以一个生动有趣的预言故事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经济的运作 以及演变过程 让新手们也能轻松了解其中的内容 就如这本书所标榜的 这是一本从9岁到90岁都适合阅读的书 其实要是解释得当的话 经济学也是可以很浅显易懂的 就好比近年来 美国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 所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 看似深奥难懂 说白了 其实就是努力印钱罢了 在接下来的影片内 艾伦将为你讲解 一个经济是如何诞生的 到经济如何快速发展 再到之后的货币贬值 与通货膨胀 以及房产泡沫 这些在生活中 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情况 都能够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获得解释 所以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你将能获益不浅 在那之前 如果你对各种书籍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别忘了订阅艾伦的频道哦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 收到艾伦新视频的通知 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故事发生在一座小岛上 一开始 这座岛上有三个人 艾伯 贝克 以及查理 这里生活艰苦 人烟稀少 而且食物的种类也十分有限 能吃的就只有鱼 可信的是 小岛周围有着无数的鱼 而且都属于同一种类 这种鱼体型偏大 一条就足够让一个人吃上一整天 三个人每天都用着双手捕鱼 一整天下来 每个人只能捕上一条鱼 这条鱼足够让他们不挨饿 直到明天 捕鱼成了岛上经济的全部 它们的日常生活 就是起身捕鱼 睡觉 日复一日的循环者 直到有一天 艾伯对目前的生活方式感到十分不满 他想打破现有的生活循环 并改善生活质量 于是 他的脑袋飞速运转 最终想出了捕鱼器这个点子 只要有了这个器具 他就能缩短捕鱼时间 把剩下的时间 用来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 隔天 当贝克与查理正在抓鱼时 艾伯则全神贯注地 制作他的捕鱼器 除了艾伯以外 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肯定疯了 因为如果不捕鱼的话 接下来的一天 可是要挨饿的 最后 黄天不复有心人 在这天结束后 艾伯完成了他的捕鱼器 藉由自我牺牲 他创造了资本 在经济领域中 资本指的是一种 能够为我们创造价值的事物 在这里 捕鱼器就是艾伯的资本 第二天 艾伯使用这只捕鱼器 很快的便在一小时内 捉到了两条鱼 这让其他两人惊讶不已 因为一般上 他们需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 来捕捉一条鱼 从这一刻开始 岛上的经济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艾伯提高了生产力 这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好事 由于一天只需要吃一条鱼 所以 艾伯把另一条鱼存了起来 从这一刻开始 艾伯便有了储蓄 看到捕鱼器的惊人效能后 贝克以及查理也想自己制造捕鱼器 但这代表 他们也需要挨饿一天 才能将其制造出来 于是 他们向艾伯要求 将多余的鱼借给他们 让他们在制作捕鱼器的同时 也能冲击 艾伯愿意将鱼借出 但同时 他必须承受对方翻脸不认账的风险 于是 他要求 每个人必须要多偿还一条鱼 作为他对风险的补偿 这个时候 就涉及了借贷以及利息 艾伯通过借出两条鱼 成功地收回了四条鱼 这可是百分之百的回报 在捕鱼器的帮助下 每个人每天都能捕到两条鱼 岛上的储蓄开始直线上升 由于捕鱼的时间大大减少 贝克将多余的时间 用在钻研厨艺上 查理在岛上盖了第一间茅屋 艾伯则开始研究水上交通工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行各业都开始高速发展 三个人也花了更多的时间 设计出了一个巨型鱼网 这巨大的工具 平均每天能够捕获20条鱼 而且捕捉过程中 他们完全不需要动手 这给了他们更多的时间 来发展岛上的经济 不久后 他们发明了冲浪板 独木舟 以及木屋建造技术 生活水平也被提高了 很快的 岛上文明发展的消息 传到了周围的岛屿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许多移民们开始接踵而至 他们从别的岛屿上 带来了不同的知识 人们开始开垦土地 种植农作物 随着人口的增加 岛上多元化的经济 也催生了许多职业 比如小屋建筑工人 造船工人 以及厨师等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及商业化的普及 人们即需要一种交换媒介 方便进行各种交易 换句话说 岛上需要有货币 由于岛上的人都爱吃鱼 而且鱼的种类就只有一种 所以鱼变成了公认的货币 小岛发展了一段时间后 人们发现 鱼的储存量越来越多 鱼的存放也逐渐变成了一个问题 于是 这项需求就促使了银行的诞生 岛上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冷藏库 用来收纳每个人的储蓄 随后 由于冷藏库内的鱼 数量变多了 这时 管理员想用手中的鱼 创造更多的价值 他开始把鱼投入各种项目 比如岛上的自来水过滤工厂 或是水上乐园等 从这一刻开始 银行进行了投资 而各种投资活动的盛行 也进一步刺激了岛上经济的发展 岛民们开始与周围岛屿的人进行贸易 开始交易只有在各自岛上才能找到的物品 随着人民越来越多 他们开始意识到 需要有个组织来管理岛上的运作 于是 政府诞生了 政府掌控了岛上的经济 发放了一种名叫鱼帮储备券的纸质货币 比起鱼 这种货币更为方便 而且没有欣慰 此外 每持有一张鱼帮储备券的人 也可以随时到银行换取一条鱼 这样 纸币就有了价值 这时候 岛上就开始有了流通货币 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各种交易 这进一步地刺激了岛上经济的发展 但 随着鱼帮储备券的发行 岛上银行的总裁 开始发现事情变得有点不对劲 他认为 纸币的印刷十分简单 要是控制不当的话 纸币很快就会过度供应 将纸币的数量控制在特定的范围内 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只有在银行内 有足够兑换的鱼的情况下 纸币才能维持特定的价值 但很不幸的 鱼帮储备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多 远远超出了银行内存余的数量 银行总裁发现了此事后 便立刻向小岛参议院的议长提出警告 但是 小岛正在高速发展 这个时候 更是需要大量的货币来刺激消费 以及运行各种基建项目 而对于银行总裁的警告 医长一早就有了对策 他招来了一群顶尖科学家 以及技师 向银行总裁演示了他的解决方案 只见技师们拿出了三条鱼 以及一些在岛周围收集回来的鱼骨头 在他们熟练的切割 缝合以及拼接后 技师们利用原本的三条鱼 制作出了四条有模有样的鱼 这点让银行总裁简直看傻了 利用这个方法就能够不断地产出新的鱼 确保银行内的储备永远足够 狡猾的议长还说道 居民们根本就不会发现鱼出了什么问题 而这种由政府官方制作出来的鱼 被命名为官鱼 但由于官鱼是东拼西凑起来的鱼 所以体积会比普通的鱼来得小 每年为了刺激经济 政府都会发放超额的鱼帮储备券 导致渔民们捕获真鱼的速度 远远低于纸币发行的速度 这时为了弥补缺口 寄师们不得不灌水来做出更多的官鱼 而官鱼的大小也从一开始 比真鱼小10% 缩小到了20、30甚至40% 官鱼的体型越来越小 不久后岛上的居民 每天吃一条鱼已经没办法饱富了 大多数的人一天都需要吃上两条鱼 而因为鱼是岛上的货币 所以所有东西的物价都必须要相应的上涨 这样才能够弥补鱼本身流失掉的价值 于是便造成了通鱼膨胀的问题 这个情况如果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上 就是通货膨胀 导致货币的价值越来越低 物价则越来越高 但是由于货币价值下滑的速度 通常会相对的缓慢 而且某些年因为经济刺激 以及生产力的提高 会带来抵消作用 这样一来会让岛上的居民 有种感受不到通鱼膨胀的错觉 但有两件事是十分肯定的 一、关于从未变大 只会越来越小 二、岛上的物价很难会再下降 随着岛上经济高速发展 各种投资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 但是银行在审视这些项目的时候 也会对其风险进行评估 他们想找个相对安稳的项目来发展 最后银行盯上了岛上沉睡已久的小屋贷款市场 因为随着经济起飞 人们开始对生活品质有了要求 他们会追求更大以及更美观的屋子 银行就是看准了这点 对房产贷款领域进行重点推广 此外小岛参议会还宣布了 通过买卖小屋所赚的钱 将能享有免税优惠 而且贷款利息还能从每年的余税中扣除 于是在银行贷款以及政府的政策推动下 岛上的小屋建造、销售以及装修业务 开始如火如荼的发展了起来 岛民们都纷纷投入购买小屋的浪潮中 这其中有的人是买来自住 也有的人是买来投资 结果当需求超过了供应 物价就会上升 这是市场永远不变的真理 于是小屋的房价开始直线上升 此外也有从岛外的资金流入小岛的贷款市场中 这大大地增加了信贷供应量 进一步地压低了贷款利率 这代表了更多的岛民能够轻松获得贷款 在这样一个人人都争先恐后买房的大环境下 大家都把谨慎抛到脑后 而房价也在不断地轰台下屡创新高 结果局势的发展超乎想象的快 人们明明知道自己已经负担不起小屋 但是他们相信购入的房子 能够在数年后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这么好的前景 再加上政府一系列的鼓励政策 实在是没有人能够抗拒这种诱惑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在小屋市场一片欣欣向荣 购买欲望极度高涨的时候 一个产业的周期 往往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当小屋的价格来到了顶点后 很多时候一场失败的房屋建案 就足以形成产业崩塌的引爆点 一个建案明明看起来十分完善 但就是没有人愿意购买 投资者们看到建案失败后 便开始审视自己手中的产业 恐惧开始蔓延开来 很快的大部分的人都意识到 小屋产业已经来到了顶峰 他们决定将小屋卖出 赚取差价 等待以后更好的机会再投资 但问题是 每个人都要卖 那么谁来买呢? 这时羊群效应发生了 所有人接连的急着抛售手上的小屋 这进一步刺激了 房产价格急速下跌 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个时候 小屋房产的泡沫就正式破裂了 但这还没完 由于没有人愿意投资房产 造成建筑相关的产业也陷入困境 这触发了骨牌效应 企业开始纷纷倒闭 失业率急速升高 市场上变得优如一滩死水 最后 小岛的经济迎来了低潮期 其实 不单只是房产 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有所谓的周期 一个周期的顶峰结束后 接下来就是一段低迷的整顿时期 这个时候就需要依靠政府推行不同的政策 加上银行修改各种利率 让经济在整顿期中慢慢的恢复 为下一次的经济起飞做准备 以上就是这个小岛 从零开始 经济茁壮成长 到达顶峰后 接着开始衰弱的过程 这就展示了一个经济周期 艾伦认为 经济学是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知识 因为无论你喜欢或是不喜欢都好 我们都活在一个高度与经济发展挂钩的社会中 我们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事 都多多少少会牵扯到经济学理论 所以 这方面的知识是很重要的 它能够在必要的时刻 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但这方面的知识 学校却不一定有教 只有选修特定的课程 才有机会学到 这点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 可是 小岛经济学这本书 则通过了生动有趣的故事 让我轻松了解经济的运作以及发展 让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起来 艾伦强烈建议 大家可以去购买这本书来阅读 你将能从中获益良多 而你对书中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记得点赞 留言 以及分享哦 最后 别忘了订阅艾伦的频道 我将会继续为你们带来 更多精彩的书籍 拜拜